第二百四十一章 古瑶池 北玉 白天与深夜温差很大 月光清冷 寒气有些喜古 地平线上 几道白色的身影非常飘渺 明灭不定 跟仙人一般空灵 飞天而去 夜凡一步一消失 在空旷的大地上 留下十几道虚影 追出去很远 但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 他立身夜色中 仰望无影星空 那是什么东西 他心有疑惑 几道白影 咬然于茫茫夜空中 再也见不到 瑶池飞仙 大黑狗答道 飞仙 夜凡不解 仙 对于修士来说 虚幻而不真实 虽然总有传说 言其存在 但却并没有任何证据 纵有些被记载于古籍中 也经不起推敲 很难说清 大黑狗摇头 摇池是一处古迹 夜月下偶尔有飞仙奇景 谁也说不明是怎么回事 远观朦胧 静看渺然 传说 这是荒谷残影 是无尽岁月前的映照 是古之旧式的回放 不可能是仙 夜凡不相信 我也没有说是仙 黑黄双目绽放绿油油的光芒 他在黑夜中 跟狼没什么区别 空旷的大地上 除了沙石什么也没有 后半夜非常的幽静 夜凡与黑黄雄的大半夜 一无所获 当年 摇池在这里开派 是因为此地山水运灵袖 是罕见的先帝 可如今一片荒凉 除了红沙 再也见不到其他 摇池非先奇景已现 这里绝对是摇池故地无遗 可无论怎么寻找 也看不出一丝破绽 朝霞喷勃 红艳艳 金灿灿 红褐色的大地生辉 夜凡与黑黄忙了一宿 不要说遗址 连块陶瓦片都没发现 你真是不靠谱 告诉我 这里有一部 西黄经 却连门都摸不到 知道什么叫好事多摸不 那是什么 那是西黄经 传说中的西黄母所创 哪能这么容易得到 大黑狗找理由 来之前 你说得很轻松 说是 刻在一面绝壁上 只要到来到此地就能寻到 结果怎样 大黑狗拉长了脸 样样走到一边 眯缝着眼睛琢磨了起来 很长时间才到 此地被封 本黄身体有点小样 目前可能打不开 只能另想办法了 他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道 去摇池的边缘 那里封印最弱 估计有办法溜进去 足足前行了半日 寻寻觅觅 甚至在砂石地上 挖了很多大坑 大黑狗才确定下来 道 在这里找吧 震武的阳光很毒辣 烈日当头 人与影子几乎重合 黑黄转悠来转悠去 突然跳了起来 道 找到了 叶凡文言 冲了过去 前方 一片红色的沙地上亮晶晶 火辣辣的艳阳 洒下的光芒 流转向那里 跟个大火炉似的 这地下有古怪吗 从这里能进入摇池 我记得在摇池仙地边缘 有一口古井 应该就是这里 多半可以进去 大黑狗答道 我说老黑你靠瀑布 别有瞎忽悠 叶凡有点不相信他 大黑狗呲牙咧嘴 威胁道 叫我黑黄 叶凡一巴掌拍出 红沙卷起 地上出现的一个大坑 出露一些大石 没错 就是这里 岁月无情啊 连这口古井 都被封杀淹没了 大黑狗蹲下来仔细看 当他们清理完地面 下方出现一口古井 是以古玉石为其成的 井口被大石封着 天上的阳光 就被这口井吸那儿来 因此 跟个大火炉似的火热 摇池故地果然不凡 被封印了 还能够自动吸那日月精华 这口井在吞那日灰 当叶凡掀开大石 露出一个黑洞洞井口 下面很深 探不到尽头 你确信 这口井能通往摇池 叶凡狐疑地看着它 应该差不多吧 大黑狗以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什么叫差不多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你从这里进去过吗 这口井如此深 指不定通向什么地方呢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们需要慢慢摸索 大黑狗掀了一块石头 扔进谷井中 好半天都没听见回响 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叶凡一惊 我想起来了 这里一定能进摇池 以前有人从这里进过 小子你先下去探探路 你怎么不去探路 本黄现在练功出了点问题 不宜飞行 只能你下去 你是带路的 去让我去探路 叶凡瞪了他一眼 咦 下面有光 大黑狗突然向井中探头 叶凡惊讶 向下望去 可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在这时他感觉那硕大的狗头 在他身上撞了一下 把他掀翻了下去 突围巴狗你 真是拈黑坏 幸亏他一直在防备这只大黑狗 一把揪住了他的病毛 将他也拉了下来 小子一个人下去就够了 没有必要 两人都进来 是啊 我也觉得 你自己下去就够了 干脆我把你扔下去吧 叶凡就要松手 想自己向上飞去 我不会飞 小子你敢撒手 我跟你没完 大黑狗撕咬住了叶凡 妈的 又被狗咬了 叶凡没有飞上去 揪住大黑狗一起下落 想要探出一条道路 古井真的很深 足足下行了两千余米才到底 没有水则 地上尽是烂泥 被大黑狗丢进来的石头深陷当中 降落在地 一股腐败的味道传来 烂泥中竟有枯叶 古井连着地下暗河 不过河水已干 横向铜像远处 偶尔能看到一些小水蛙 里面有一些盲鱼在游动 这条干涸的河道 绝对能通进窑池 纵然有封印 也是最微弱的地方 大黑狗眼中闪绿光 河道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以灵爵捕捉附近的景物 叶凡身一脚浅一脚的前行 黑黄跟在旁边 这样的通路 你都能寻到 是不是你以前钻出来的洞 叶凡将狗洞两个字咽了回去 怕大黑狗发飙 妈的 小子你是不是在骂我 大黑狗何其敏锐 跟人一样精华 一下子品出了味道 叶凡怕被咬 赶紧转移他注意力 道 没有 你多想了 你是怎么发现这条道路的 过去古井中的水是满的 几乎不可能发现这条道路 不过 确实有人从这里进去过 但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听说过而已 绵绵严严 足足走出去三四十里 叶凡感觉地势开始逐渐变高 他们在慢慢向地面上升 此地 风印极弱 有微光在闪耀 但根本阻挡不住什么 可以直通前方 又前行了树里 天光透了下来 他们离出口已经很近 此地真能静摇池故地 大黑狗嘀咕 原来你真的没谱 叶凡很想给他两下子 但又怕挨狗咬 这是一个大湖 不过已经干涸 湖底都裂开了 这条河道与湖底的一条大裂缝相通 从河道出来 浓郁的灵气顿时扑面而来 让人神清气爽 浑身如木春风 这座大湖底部干巴巴 如果不算那些大裂缝 形状跟个平底锅差不多 很多硕大的鱼骨横在地上 湖泊干涸 导致它们丧生 尺寸极其惊人 有几条长达十几米 近二十米 这么大的鱼 恐怕都快成精了 在湖的周围 一株株参天古树 扎根湖岸上 苍净无比 可惜都已经干枯了 只有一两株 还顶着十几片黄叶 这些树太粗了 恐怕已经生长数千年 上万年了吧 叶凡吃惊 这样的古树 应该已经成精才对 却敢死在这里 实在有点古怪 这地方有古怪 大黑狗同龄大眼中 绽放幽光 道 无论是湖中 十几米长的大鱼 还是岸上那十几人 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树 显然都没有办法成精 你感觉到了什么 叶凡问道 什么也没有感应到 只是一种直觉 这或许就是 摇池要撤离的原因吧 黑黄扫尸湖岸 四周静悄悄 有些死气沉沉 叶凡走出这个干涸的湖坑 登陵岸上 打亮四方 远处一片枯败 很多树木枯萎 光秃秃一片 生机绝灭 给人以无比萧索的感觉 你不说是花香鸟语的事件吗 怎么这样荒芜与枯寂 此地有变故发生 黑黄向前走去 摇池故地虽然很荒凉 但灵气却很浓 比外面强盛很多倍 不愧是一处修行圣地 走出去树里远 传来水流的声响 穿行过一大片枯木林 葱玉映入眼帘 前方 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 郁郁葱葱 一片湖泊 瞪进如蓝宝石 岸边大片的植物 生机勃勃 巨大的古墓 枝压伸展向天空 整体跟小山差不多 粗大的藤蔓 跟一条条苍龙似的 爬得到处都是 各种花草芬芳震震 沁人心脾 叉子烟红 非常悦目 叶凡觉得古怪 怎么反差如此之大 相距很近 一处死寂 另一处却如此蓬勃 生气肆意 大黑狗向前奔跑 穿过这处葱玉之地 前行不过千余米 又是一片枯败 静悄悄 怪了 不可能都是因为水源的问题 他们继续前行 发现90%的地域 都死气沉沉 只有少数地方有生机 山巒亦如此 大多数都光秃秃 寸草不生 唯有少数几座运有灵袖 风轻骨翠 前行数十里 终于见到几座亭台 不过却已半坍塌 纵然不有道文 过去这么多年 也抵抗不住岁月的侵蚀 快了 要接近摇池种地了 黑黄的突尾巴 高高地数了起来 向前奔跑 翻过一片片山巒 终于来到了 鲜雾迷蒙之地 四周宁静 所有草木全都干枯 大片的电雨 如一座座天宫 或处立在山巅 或坐落在干涸的瀑布前 如果让此地恢复生机 一定是一片仙境 悬在空中的摇池公雀 都被移走了 没有留下一座 大黑狗扫视四方 摇池有没有 永不坠落的古城 叶凡问道 自然有一座 大黑狗目光闪烁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道 翻过前方的几道山岭 才是中心地狱 他们快速前进 翻过这片枯地 前方雾气更飘渺了 接连走过几片山巒 聪玉再次出现在眼前 飞扑流泉 水雾迷蒙 宫雀一座座 非常的瑰丽 像是进入了仙界 中心地狱没有成为死地 真是太好了 大黑狗向前冲去 西黄母将经文刻在了 哪座绝壁上 叶凡催问 到了这样的先帝 他也有些不平静了 你急什么 先去一个好地方 秀丽的山崖上 一道道大瀑布垂落下 银色匹链长达千丈 非常的壮观 白茫茫一片 公雀伶俐 如同画景 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叶凡问道 自然是去摇池的圣湖了 摇池就是因他而得名 不远处有一片开阔地 周围有无尽奇花异草 还有公雀坐落 中心区域 灵气阴晕 锐采流动 那里有一个湖泊 朦朦朦朦朦 应该是这里吧 大黑狗冲了过去 此地 灵气更浓郁了 比别处高很多倍 站在这里 不用运转悬法 可以自动吸纳天地本源精气 扑通 大黑狗扑入仙湖中 黑黄 湖中是不是有什么宝贝 不然你怎么这样心急 大黑狗不达 像湖中心游去 如一道黑光一般 而后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嗷 大黑狗沉入水中几分钟 发出狼嚎 窜出水面 像是受惊了一般 你见到了什么 叶凡心惊 没什么 太爽了 这是摇池的仙湖 在此喜遇有奇效 可通经活络 加速修行 小子你也下来吧 胡说八道 看你刚才下成那个样子 肯定有古怪 你是想拉我一同下水 跟着倒霉吧 叶凡站在岸边 抱着双肩看着他 小子你生性多疑 本黄有那么不地道吗 大黑狗道 你什么时候地道过 赶紧上来 给我去找 西黄金 叶凡催促 这仙湖水之特别 过去唯有摇池的仙子 才能享受 这是绝带美人出狱的地方 外人不要说进来 见都不能见到 你不想下来感受一番 突然 叶凡心惊 他在水中看到几条人影 在水下滑过 白残惨惨 让人发毛 你这只突尾巴狗 果然是粘黑坏 大黑狗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一蹦老高 跃出水面 叫道 怎么跟上来了 为什么还会动啊 妈的 这死狗 果然想拉他一同下水 跟着倒霉 叶凡赴飞 大黑狗连窜带冲 贴着水面 竖着突尾巴 向岸边狂奔 在湖水下 几道模糊的身影 黑发披散 身着白衣 滑动而过 看得叶凡心惊肉跳 那是什么东西 第242章 先迟 雾气迷蒙 水花翻箭 大黑狗踩水而行 他不奔跑 跟一只黑色的箭头似的 飞快冲上岸来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动 他很狼狈 回头张望 妈的 这死狗实在欠走 叶凡差点过去 再将他再拍下去 拿眼斜看他 小子你真不地道 刚才竟然不想助我 站在岸边看热闹 大黑狗回头呲哑 我是想出手 不过是想拍你一顿 叶凡站在岸上 看了他几眼 又看了看水中的模糊影迹 道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大黑狗自知理亏 没有过多计较 围绕着湖泊转悠 口中叨咕着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见到了仙女 各个兵机玉骨 清城清国 我见游莲 咱们一起 下去探查下 大黑狗道 你见游莲 那肯定不是仙女 多半是大狼狗 汪汪 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大黑狗的突尾巴立了起来 得了 别咬了 我腿上都是你的牙印 叶凡赶紧安抚 还指望着他 寻找 西黄金呢 不想把他惹毛了 湖水周围 灵气浓得化不开 饥渴聚成液体 是修饰 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土 水则点点 雾崖飘动 水下的一切很模糊 几条人影 慢慢隐没湖水深处 它们身材僵直 一身麻衣 黑发披散 在水下很吓人 跟水鬼一样 非常诡异 都是死尸 叶凡详细询问 大黑狗一脸黑黑的样子 道 真是倒霉 这明明是一个仙湖 是绝带仙子出狱的地方 我兴冲冲下去寻圣物 结果 真是灰气 有好东西 你想独吞 见到邪碎之物 叫我下去陪你 叶凡瞪他 我们一块下去 说不定能摸出件宝贝来 大黑狗窜多 不去 我对尸体没兴趣 叶凡拒绝 小子 你可别可后悔 这是摇池最重要的地方 这池子水 如果没尸体的话 我想给它全收走 西年 此时天下文明 是北域最有名的仙池 灵气阴晕 甚至在池中结出了缘 酒饮此池之水 凡人可颜年益寿 修饰效果更佳 摇池女子圣洁出尘 就是与此有关 可缓慢地改善体质 数十上百年后 机体无瑕无垢 摇池之水 更是炼药的最好水源 甚至有些大教 与圣地开炉炼珍贵的神丹石 都会特意来此逃水 西黄母祭炼极道武器的材料 就是从此仙池中挖出的 我们下去 说不定也能有所获 大黑狗诱惑 别做梦了 有的话 还会留到现在 叶凡吃到 极道武器 对材质的要求太高了 因为大地有很悠长的生命 比平常的修饰久远很多 但终一生便寻天下各地 都不一定能够凑齐 黄雪赤金这类圣物 千百事难见一次 可遇不可求 而祭炼极道武器 还必须是这类开天辟地以来 最珍贵的材质才行 故此 自古以来 无论是遗失的 还是现存的极道武器 加在一起 东荒总共也不够那么数件而已 这可说不定 没准真会遗落 有那么一块仙材 也说不定 大黑狗双眼闪光 摇池都撤离了 即便有什么 也都早已被搜干净了 怎么可能会给你留下 叶凡不为所动 你懂什么 此时很神秘 西黄母当初就是因为 他而再次创教 说不定池子底下还有其他东西 也说不定 我怀疑 所谓的摇池飞仙 就是这个池子引发的 确实有 死尸 你都看到了 还有什么可查的 摇池为什么撤离 池中为何有这么多死尸 难道你就不想探清楚吗 大黑狗不满 我如果实力足够 想把太初谷框都给挖了 想荒谷禁地的九座圣山都给掘开 可现在只想的 西黄金不想犯险 你要是不跟我下去 这辈子你都别想得到 西黄金 大黑狗呲牙 妈的 这只死狗 还威胁上了 叶凡心中诅咒 湖水温暖 水花渐起 晶莹如玉 灵气破人 自主顺着毛孔 向人体内钻 摇池的人天天沐浴这种水 修为想不经济都不行 干脆我等我寻到足够的缘后 在此地闭关 必然可以突飞猛进 叶凡惊叹 怎么 现在知道好处了吧 本黄还会骗你不成 大黑狗一副傲然的样子 神气什么 赶紧下去 我在后面跟着你 多泡一会儿 等把精神养足了再下去 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大黑狗有点心虚 你以前是不是溜进来过 叶凡闭目享受 问这只捏黑坏的大狗 我倒是想 可惜一直没机会 只是听说过而已 所以今天才要好好体会下 这池子 估计只有摇池的重要人物 才能进来吧 叶凡问道 西黄母留下的极道武器 始终镇压在池子中 一般的人确实不能进入 唯有王母 圣女 太上长老方可 不过池中的水 却可以引出去 供其他弟子用 几道武器 常年沉在池底 叶凡心中惊讶 可惜 被摇池的人取走了 哎 大黑狗非常贪心 水花翻动 大黑狗沉了下去 叶凡跟随在后 下行了百余米 才慢慢接近湖底 我靠 叶凡感觉头皮发麻 湖底下密密麻麻 全都是妙龄女子的尸体 这哪里是仙湖 这明明是一个藏坑 足足有数百具 弧心都被填满了 堆积了起来 那一条条藕壁 那一根根修长的玉腿 依然有光泽闪动 不过身体僵直 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一句句女子尸体 全都披头散发 面色苍白 穿着白色麻衣 上面有摇池印记 发丝如蛇 凌乱舞动 在暗淡的湖底 让人发毛 怪不得大黑狗 第一次下来时 被惊得窜出了水面 想把她也勾搭下来 这明明是一个仙湖 却是这样一番情景 确实让人感觉发慎 仙池中无鱼 无水草 一片死寂 出了尸体外 再无其他 你去找宝贝吧 我在这里等你 叶凡以神识传音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安 大黑狗犯嘀咕 十几具尸体缓缓浮起 滑动而来 它们是随水波而动 并不是自己腾起 但纵然这样 也让人发毛 尸体表层有辣状武 早已成为辣尸 可即便如此 也不应永久不服 这让叶凡有些不解 你到底找不着宝 不找的话 我们去寻西黄精 叶凡催促 小子你去看看 它们有什么伤口 是怎么死的 大黑狗非常不地道的传音 你怎么不去 叶凡想殴打它一顿 那都是仙女 一个个貌美如花 你看着赏心悦目 我看着发毛 大黑狗道 我想拍你的狗头 妈的 怎说话呢 最终 叶凡与黑黄一起下潜 检查哪些尸体 然而 两人仔细观察 数百具摇池弟子的躯体 没有任何伤痕 根本看不到致命处 别看了 这地方不能久待 有些不对劲 叶凡催促 我想知道 摇池为何退走 说不定与这池子有关 大黑狗很执着 你要是能查出来 麻烦可就真大了 摇池的所有人都避走了 我们两个真发现线索 那纯粹是找死 叶凡沉声道 你赶紧去找宝贝 不然的话 我们立刻退走 大黑狗也有点发毛 他即便自负 可是想到一个圣地 全部人马都退走了 心中也打起鼓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东荒最强盛的一个圣地撤离 黑黄沉入湖底 开始四处搜索 想碰碰运气寻找仙材 结果折腾了半个时辰 湖底都被他弄得浑浊了 只捡到几根玉钗 突然 叶凡感觉脊背发寒 猛地回头 就在他的背后 那堆女尸中 黑发凌乱 都在乱舞 墨地 他恍惚间看到一双幽森的毛子 睁开了 透过一具具堆积的尸体 射出冷幽幽的光芒 在这阴暗的湖水下 叶凡头皮有些发麻 猛地踩水 向上冲去 上方有浮湿滑动 一具尸体的发丝 缠住了他脚踝 他用力一阵 快速摆脱 哗啦一声破水而出 冲到了岸上 湖水震动 几乎片刻间 大黑狗冲了出来 连窜带冲 突尾巴上 坠着三具女尸 小子快帮忙 大黑狗火烧屁股一般冲上岸 在他的突尾巴上 三具女尸的发丝缠在上面 被带到了岸上 黑黄猛力甩尾巴 总算摆脱了 三具女尸接触空气不久 刹那间化开了三滩液体 叶凡感觉一阵恶心 刚才还在池子里抛着呢 现在却见到这个情景 这下面好像有东西 你刚才见到了什么 大黑狗黑着脸问道 我仿佛间看到一具尸体 睁开了眼睛 现在细想起来 又感觉像是 嵌在湖底的两颗珠子 要不你下去再看看 反正你要寻宝 叶凡也很不厚道 妈的 不寻了 大黑狗猛力一斗皮毛 水珠似飞 身子乌黑油亮 滴水不沾 道 仙池变成鬼池了 下边肯定有什么东西 摇池飞仙 我看是在飞鬼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 摇池的人应该 将他们埋葬才对 怎么会将他们投入仙池中 叶凡很不解 谁知道怎么回事 指不定是谁投下去的呢 说什么也不下去了 大黑狗有点毛了 叶凡与黑黄远离仙池 远远望去 那里雾气卷动 不知是心理作用 还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有些忧森了 而不再是圣洁 这片重地 秀风伶俐 有很多宏伟的宫队 屹立到现在 还依然不朽 内运有极其深奥的稻纹 可使其长存下去 叶凡走入一座巨宫中 玉石铺地 光洁润泽 鲜尘不染 纵然过去漫长的岁月了 可电雨有净化的作用 依然不沾尘埃 哒 哒 哒 空旷的电雨中 唯有他自己的脚步回响 传得格外幽远 噬呀呀 光荡荡 推开无尽岁月来 都没有打开的门户 大殿回响 像是步入了远古的摇池 站在这里 似乎感受到了西年的辉煌 那是一群美丽的仙子 超然这片大地上 在这片星空下 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叶凡站立两久 才向前走去 走过一重又一重电雨 高大而广阔的巨宫中 什么也没有 空空荡荡 只有岁月留下来的空气 叶凡一无所获 不可能寻到什么 大黑狗四处转悠 连续穿过十几座巨宫 最后也是无功而返 摇池有药田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还存在的话 说不定能够长出神药来 叶凡的话刚说完 大黑狗就窜了出去 化成一道乌光 要多快有多快 这只死狗 太不可靠了 叶凡咒骂 他在后面紧追不舍 如果不是他 修有老疯子的步伐 绝对被甩眉引了 大黑狗狂奔 荡起一阵黑风 足足奔行了二十几里 冲到一片聪裕之地 大黑狗这才停下来 在这片山巒间转悠 黑黄你太不地道了 听到药田二字 快 现在怎么不跑了 叶凡野鱼 本黄有那么不厚道吗 我在等你 我们一起去找 大黑狗道 你会有那么好心 肯定是找不到了吧 叶凡走上前来 这片山地生机薄薄 绿色植物到处都是 但却没有药物 闻不到药香 奇怪了 先不说那些珍稀的天才地宝 怎么连最普通的药草 都见不到一株 大黑狗以微不可闻的声音低语 叶凡额头冒黑线 这只死狗果然是没有寻到 而不是好心地等在这里 最终 大黑狗悲叹 道 太狠了 摇池的人将整块药田移走了 仔细观察可以发觉 前方的一片开阔之地 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巨坑 连地皮被多人一起收走了 叶凡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西黄金 该不会也被人挖走了吧 尽管在这之前 大黑狗一再保证 言称摇池的人 不会动那块绝壁 可现在 他心中无敌了 赶紧去寻 西黄金 金文如果也不在了 我有杀人的冲动 放心好了 那些金文谁都看不懂 摇池历代的王母 都不见得知晓 即便摆在眼前 你也认不出来 那是西黄母悟道所创 外人根本看不出什么 没人知道 是他刻上去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凡怀疑 本皇是何等的存在 清耳听人说起过这则密文 大黑狗一脸的傲然 遗憾地离开药田 他们迅速冲向一片山巒 此地寸草不生 到处都是绝壁 到处都是石山 没有土质 全都是大石 刚一进山 叶凡就被镇住了 石壁上刻着一个女子 给人以道图天成的感觉 虽是一副石刻 却有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之妙境 这只是一副刻图 没有什么招法 仅仅是一个粒子 为什么给人以道合一的感觉 叶凡着实震惊 走吧 这山里应该有很多刻图 想看的话 慢慢去观摩 大黑狗催促 叶凡恋恋不舍地向前走去 可是那幅图 却在他脑中不时浮现 第243章 西皇一刻 石山伶俐 寸草不生 绝壁如刀销 直上直下 山崖高耸 并在一起 如意接接登天之梯 这片地域没有一剖土 没有一根草 石山连绵 且有很多石灵 一块块大石 或如卧牛 或如青笋 姿态各异 堪称奇景 叶凡进山后 眼固四方 这片石地 给他很特别的感觉 仿若一片于外天的 横跟在这里 一山一境界 一旦一景色 像是有人以大手笔 刻下了浑然天成的 大道轨迹 这里的一山一旦 都吸引他的目光 进入这片山地后 叶凡发现 不少刻图在 风霜雨雪的侵蚀下 都已经模糊不清 仅能依稀辨人 可惜 大多数都不是所谓的功法 很多都是记载了一些古事 更有一些景物图 如白鸟与真兽等 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瑶池的仙子刻 这些作甚 叶凡心有怀疑 认真的观摩 这些东西 都是瑶池曾发生过的大事件 可惜 如今已经难名其义了 向前行了数十步 叶凡来到了一座山壁前 顿时一愣 上面的时刻很特别 烙印有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竟不是人族 那是一个男子 高能有两米 生有四对神赤 英姿伟岸 肩下 共有八条手臂 根根如龙 粗壮有力 在他的眉心声有一只树眼 而在他的对面 是一个雍容华贵的美妇人 如威仪天下的女王 气韵非凡 让人心生敬仰 还真是记载了 瑶池曾发生的一些大事件 莫名生物与瑶池不是强者对峙 叶凡惊讶 确切地说 是与一位王母对峙 大黑狗出言 可惜 仅此一幅 并没有后续 不知对峙的结果 他们向前走去 一路细心观看 有银妖王的 有新王母继位的 都是单幅图 非常的简洁 并不能看不出什么 当来到一片石林后 叶凡终于看到一世招法 在一块形似卧虎的大青石上 有半幅时刻 一道身影捏一而立 虽然是缺失的 只有一半身躯 少了半边身子 但却相当的玄傲 那种硬法 叶凡很眼熟 细心琢磨后 发觉竟是暴山印 离火教的镇教绝学 就是这种硬法 极其强大 被他演化成斗战圣法中的仪式 不想在这里又见到了 被人为的抹出了一半 叶凡心中生起不好的感觉 过去这么多年了 西黄金还能长存吗 莫不是也被人抹去了吧 他不怎么相信大黑狗的话 赶紧带我去寻西黄金 叶凡催促 这不是正在找吗 说不定就藏在这些弊图中 黑黄答道 你别告诉我不知确切未知 答对了 正是如此 本黄也在寻找呢 大黑狗昂着头颅 不紧不慢地回应道 这只狗真的靠不住 叶凡很想踹他一脚 可眼下也没有办法 最终还是要指望他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找到 多半能找到吧 大黑狗以不确定的口气答道 叶凡将菩提子取了出来 握在手心 感应四方 现在不能全靠这只大狗了 需要他自己来寻找 大黑狗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凑到了镜前 而后突然下黑口 向他的手咬去 妈的 你这只死狗 又下黑嘴 叶凡一直对他有防备 急忙冲上天空 真小妾 不就是一枚坚果吗 我闻着很香 想尝尝果人什么味道 偷袭失败的大黑狗嘴硬 死不认账 但眼睛却不识飘向菩提子 你再赶下黑嘴 那这玄规这辈子都别想要了 赶紧给我找 西黄金 得不到的话 你趁早死兴 别给我提什么条件了 叶凡黑着脸道 大黑狗歪着脖子看叶凡 道 小子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坚果 能不能吃啊 别给我装傻冲愣 你那破坚果 有什么来历吗 我刚才在上面看见一个秃子 感觉似模似样 是你刻上去的吗 叶凡知道 这只粘黑坏的死狗 又没憋好主意 打起了菩提子的主意 这没种子说什么 也不能给看他 那秃头是什么人 我怎么看着 有点不一般 大黑狗见叶凡不搭理他 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叫释迦蒙尼 你听说过吗 叶凡心中一动 什么破名字 还四个字 这秃嫖很有名吗 大黑狗问道 叶凡有些无言 堂堂如来 被一只大狗这样说 他瞪眼道 别废话 赶紧给我找 西黄金 小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大黑狗呲牙道 你如果再对本黄不敬 人族的至高古金 你就不用想了 对了 要是能够找到 西黄金 你把那没刻着 胖兔头的坚果 也要给我 叶凡没有搭理他 向远处走去 观看了一幅 又一幅时刻 偶尔会见到一些 残缺招式 每当这时 他都会用心揣摩 半个时辰后 叶凡来到一座绝壁前 这是一片 非常广阔的图克 长达百余符 比方才所见都长很多 起初 他并未在意 因为时刻虽长 但并不是多么深奥 全都是最常见的 那种招式 可是 当看到三十几幅后 他神色发生了变化 就是这种普通的招式 却慢慢升华了 接连下来 给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 他静心凝神 向下观看 足足一个时辰 叶凡都没有出言 一直看到最后 他才长叹 摇齿果然不愧为圣地 这应该是给年轻弟子观摩的 接运有深意 并不是特别的秘法 都是流传很广 非常普通的法式 却由平大升华 组合在一起 化腐朽为神奇 可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威力 百余符平凡的招式合一 就可演化出截然不同的伟力 很神妙啊 叶凡琢磨了很长时间 才继续向下走去 又发现百余符刻图 他仔细观察 直到最后 他真的吃惊了 这是一个系列 接连下来 总共有五百余符时刻 这是 叶凡非常震惊 这是在推演某种无上秘法 由平淡而来 再到深奥 他一下子看出了当中的玄机 这是在推演九秘当中的功法圣法 摇迟的不是高手 让人震惊 从平凡起步 逐渐向斗战圣法演变 想再现九秘绝学 化腐朽为神奇 演化九秘之公杀大树 必然是一位精彩绝艳的人物 可惜 他终究是失败了 未能推演出斗战圣法 这样的人物古来少有 那些法式 都与世间关于斗战圣法的传说有关 此人基于此就演化到了这个阶段 足够惊人 必是绝代人物 将流传于诗的点滴串联起来 能够推演到这一步 实在让人惊悍 叶凡探道 此人有简入凡 可是斗战圣法千万变化 永远不可能达到极致 很难走到凡之尽头 真正的九密攻伐圣术 是先得一 而后画万 至凡之尽头 再归于一 旁人不可能演化出来 此数 最终是大道至简 叶凡茉莫立两久 细细琢磨 如此推演 虽然走上了其路 但却给他极大启发 让他对斗战圣法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任你绝世奇才 不先得九密烙印 也演化不出这种无上圣法 叶凡思索了很长时间 他觉得 可将这宗公杀圣术的威力 再提升一些 这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瑶池的奇才 给予了他很大的启迪 天色早已黑了下来 叶凡在夜色下继续观图 到了深夜时 他已将群山间 大部分刻图都看遍了 可 西黄金 依然无影无踪 此地根本没有什么选法 即便有 也只是一些普通的书法 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叶凡脸色不善 盯着大黑狗 我不是说过了吗 即便见到 西黄金 也不见得能够变出 需要慢慢来揣摩 大黑狗道 月朗新书 叶凡夺步前进 几乎转变了所有山崖 可是依然找不到 西黄金 找到了 在这里 大黑狗喊道 在深夜传得格外优越 回音阵阵 叶凡几个起落就到了境前 这座石山气势微额 但却并没有所谓的金纹 上面光秃秃 在哪里 这座山就是部分金纹 能不能得到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大黑狗昂着头答道 你这是敷衍了事 随便指出一座石山 就说是西黄金 你要我怎么相信 你能找到经文吗 叶凡质问 这要看你的悟性 大黑狗支支吾吾 你少呼咬 叶凡瞪眼 大黑狗也急眼了 道 这里绝对有部分经文 当初我亲耳听人说的 当初你听到了什么 叶凡追问 刻有一轮天日的石山 有部分经文 刻有一株古树的石山 有部分经文 按照大黑狗所说 西黄金 草创 西黄母一边悟道 一边刻起 分散这片石山间 这座绝崖上 确实有一轮模糊的天日 不过巴掌大 即便认真观察 也很难联想 这是人为刻上去的 很像自然形成的 这样一道圆环 就是所谓的西黄金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大黑狗扬着头 歪着脖子 这就和我没关了 需要你自己去悟了 这只死狗 叶凡很想收拾它 但却知道打不动 最终飞上石牙 观察那轮天日 叶凡以手 玛萨那轮天日烙印 另一只手持菩提子 可是入境半天 却感应不到异常 黑黄你在撒谎 这里哪有什么经文 绝对有 但却需要惊人的悟性 能否得到 西黄金 要靠你自己的能力 大黑狗在说这些话时 多少有点心虚 叶凡在山崖上 手握菩提子 心中一片空灵 静静体味 可是万籁俱寂 他什么也发现不了 古来大帝能有几人 这数人留下的经文 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大黑狗在下面喊道 我给你寻到了西黄金 能不能参悟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必须要将 那只玄规给我 原天书上既有部分 西黄金的经文 属于道宫卷 此刻叶凡默默运转起来 持菩提子 按在那轮天日上 哄 突然 漫天的光滑冲起 石牙升起一轮天日 炽热无比 叶凡完全被吞没了进去 整座石山都变得通红 烈焰腾腾 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空 红日悬空 巨大而蓬勃 叶凡身处天日中 宝像庄严 妈的 他怎么真能学啊 不是除了惊人的悟性外 还需要摇池的精英吗 亏大了 真让这个小子 得到了西黄金 大黑狗一脸的晦气 跟吃了一个死孩子差不多 第244章 西黄金到手 大黑狗一脸的晦气 可惜叶凡见不到 不然的话 非跟他大打一顿不可 即便可能会挨狗咬 此刻 石牙上方 大日如月 挤满了天空 四眼白茫茫 如白昼降临 叶凡身处天日中心 盘膝打坐 一动不动 神态田径 超然物外 完全沉浸在一种道境中 原天书中记载的精影 触发了西黄母留下的印记 大日蓬勃而出 那轮巴长大的天日 是一块无法想象的道文 内蕴西黄母的烙印 纵然过去十几万年了 依然不朽 长存世间 叶凡神志清明 沐浴在烈火中 心之神藏 火红如阳 绚烂冲天 逐照道宫 一片光明 他从原天书中学到的经文 远远不够 是残缺的 此刻在补全 心之神藏 如日中天 与外面的大日对应 精气四亿 先天之精化生 后天之精滋养 火红的精气 澎湃的道理 从那颗人体天日中 流淌向每一寸血肉 他浑身都赤红 而后慢慢透明 火云蔽体 心精敌尽乌暇 道宫内外一片明镜 肉身逐渐晶莹 这是一种全新的变化 心之神藏内 按照更加繁复的路线 流转火红精气 包括先天的与后天的 叶凡一动不动 用心去感应这种改变 挤满天空的大日 内部并无经文 也无声音 有的只是一种道运 却将道宫密 静心之神藏 阐释得淋漓静致 石牙上课的天日 对应道宫密静之天日卷 叶凡触发后 未得具体的经文 却体会到了 那种玄傲的演化过程 这种传承不留一言 不留片子 唯有开创者的意境 推演古今的种种变化 未注 西黄经 正文 却堪比古今 叶凡端坐不动 直到太阳出生 朝霞应来 他才获地睁开双目 与此同时 半空中的大日 烹得一声化成万道火光 冲进石牙上的烙印内 叶凡觉得 道宫密静心之神藏篇被完善了 与以前大不相同 他觉得道理的运转更加自如 浑身精气澎湃 他迎着朝霞站在山崖上 衣衫烈烈 机体如玉 虽是少年身 但却有先知气质 稚嫩中净显飘逸 你真的得到了 西黄经 大黑狗不甘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 即便将我带到这里 指引给我 也没有办法修行西黄古经 叶凡神色不善地看着他 大黑狗善善地笑了笑 道 怎么可能 本黄有那么不地道吗 我只是随口问一问而已 赶紧带我去寻 西黄经的其他部分经文 叶凡催促 小子你以前是不是接触过 西黄经 得到过所谓的经营 大黑狗问道 你在说什么 经营是什么东西 叶凡盯着他 妈的 没得到过经营 怎么也能修行 这次亏大了 大黑狗以微不可闻的声音咕弄 叶凡的神识 可化形而出 远超越他现在的修为 若隐若无间 听到了他的低语 顿时满头黑线 这只死狗果然靠不住 黑黄你找到西黄一刻了吗 没有 便寻完毕 就只有这一处 大黑狗不厚道地摇头 胡说八道 少妇言我 赶紧带路 你不想要那只 玄规了吧 叶凡威胁 把你那枚刻有 秃头的坚果借给我 我肯定能靠他寻到 西黄金 少胡扯 你知道这枚种子 有什么用吗 叶凡邪了他一眼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就是用他触发了 那轮天日 才得到西黄金的吗 你少打歪主意 叶凡言辞拒绝 借给他的话 绝对是肉包子打狗 最终 大黑狗还是妥协了 样样地将叶凡 带到另一座石山前 此山刻有巴掌大的 一块金金印记 这一次 叶凡驾轻救赎 并没有担搁太多的时间 就触发了西黄母留下的烙印 刹那间 气冲云霄 金金铿腔 他被吸入一片金属神光中 盘坐在天穷下 气海如潮 喷波而出 肺之神藏 五行属精 为五脏之长 有滑盖之称 此刻补全经文后 风锐气息冲天 蒸蒸作响 像是万剑在齐名 叶凡体表闪耀金属光泽 犹如利刃斩青天 锋芒破人 不可阴气风 此地亦没有经文 只有肺之神藏片的演化 阐释到极静 不以言语传道 肺之神藏 勾动万气 引动精气神 不散到全身 外达于皮毛 吐纳天地本源 蕴含勃勃生机 此刻 叶凡的道宫灼气消失 神经汹涌 一片晶莹 外达六腑 连向四肢百骸 积凑皮毛 无比清明 诸记者 皆属于肺之神藏 与天地相连 肉身所需精气 以他为主来化身 当光华内敛 叶凡睁开了眼睛 完善了道宫肺之神藏片 浑身毛孔舒张 他觉得 肉身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可随时引动万气 西黄金果然玄傲 夺天地之造化 让人惊叹 这两道神藏 他都修行过 这次经过补充与完善 让他体会到了更加精深的奥义 如神明照顶 心中一片空明 如果没修过经验 打死我也不幸能得西黄金 大黑狗拉长脸咕弄 黑黄你捣过什么呢 大黑狗恶狠狠地道 小子你勾引过姚池的圣女吧 不然你肯定得不到西黄金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赶紧去带我寻其他经文 姚池故地不宜久待 事成之后 我们马上离去 接下来很顺利 在一座刻有古术的石山上 叶凡寻到了甘之神藏片 接着皮之神藏与圣之神藏片 也被得到 道宫武神藏被补齐 后面的三藏他还没有修炼 仅仅是完善了而已 墨迹心中 至此 西黄金道宫眷 终于被他得到 有了完满的心法 叶凡茉莉良久 难掩震撼 此经深奥无比 神妙难测 道破天机 夺天地之造化 你真是走运 西黄金道宫眷 堪称东荒第一 是最完美的心法 居然被你凑齐了神藏武篇 大黑狗呲牙道 赶紧给我玄规 你急什么 刚得到道宫卷而已 西黄金包括了数大秘境 还有四级等捐位得呢 叶凡笑道 比我还贪心 大黑狗咬牙评价 四级秘境的烙印 仅寻到一级 可是叶凡纵然手握菩提子 也不能触发 尝试了半天 根本得不到 真的需要精英 他立刻想到了 黑黄所说的西黄精英 不久 他们又寻到了另一级的烙印 可惜依然无法触发 不能得到这卷精英 我还以为 你与大帝有的一拼呢 不需要精英 也能得到西黄金 现在看来 肯定勾搭过姚池的圣女 修行过道宫卷的精英 你这只死狗 早知道这种情况 却不告诉我 把我忽悠到这里 是不是想让我白跑一趟 小子 你再挑衅我的尊严 当心我吃了你 大黑狗恶狠狠地叫道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叶凡瞪着他 本皇如此仗义 岂会那么不讲究 自由解决之道 我是想等你到了这里 奉上玄规后再告诉你 你可真是会谋算 把我引到这里 得见真经无法自拔 却不能触发 让我不得不献上 绿玉玄规是不是 叶凡忍着拍他的冲动 道 幸亏我有道宫卷的精英 别把本皇想得那么不堪 大黑狗毫不脸红 诱惑道 难道你不想要 西黄金的其他卷吗 你这死狗还真是奸华 你有四级精英吗 如何让我得到西黄四级卷 叶凡恶狠狠地盯着他 道 有的话你给我背出一段 让我听听 黑黄支支吾吾 怎么可能背得出来 他张开血盆大口 道 小子你屡次亵渎我 敢叫我死狗 本皇要教训你 死狗 我也想收拾你呢 叶凡捏印 抢先偷袭 斩出斗战胜法 大黑狗压根就不是一个善茬 几乎在同时下了黑嘴 妈的 死狗果真是本性难移 就知道下黑狗 这次是你先偷袭我的 我要是不抢先出手 又被狗咬了 妈的 小子你这是在侮辱我 叶凡与黑黄在石林中站了起来 都是变态体质 打得震天响 碰在一起跟打铁一般 小子 不管怎样说 你得到了 西黄金 道工卷 把玄规给我 大黑狗一边撕咬一边叫道 给你才怪 你竟想空手套白狼 这辈子你都别指望了 叶凡的金色的巴掌 抡动起来 推动日月大印 请起山河大印 尽全力出手 你想让本黄白忙活一场不成 大黑狗呲牙咧嘴的威胁 死狗你吃什么长大的 斗战圣法都打不动 叶凡诅 妈的 原来是酒蜜 我说 怎么这么痛 简直快疼死 本黄了 大黑狗惨叫 绝不是装的 叶凡被连续被咬了十几口 他真的 有些无语了 斗战圣法 只能让对方感到痛 这是什么事情 死狗你真变态 你才变态呢 四级秘境的修饰 要是被你的巴掌拍上都得碎了 也就是本黄才能承受得住 妈的 疼死我了 大黑狗呲牙咧嘴惨叫 哄 突然间 一股恐怖波动震出 数十里外 滚滚黑雾冲天而上 那片天空一下子变得漆黑如墨 仙池 是仙池那里 叶凡与大黑狗立刻直斗 做了同样的选择 撒腿狂奔 向着出口逃顿 就在摇池的发源地 那座仙池中 冲出一股极其可怕的波动 乌云翻滚 那是一座仙池啊 发生了什么变化 难道摇池的人撤走与此有关 不久前 他们还深入湖中探查过 想到这里 无论是叶凡 还是黑黄 全都有惊悚的感觉 他们的速度极快 时间不长 就冲到了那个干涸的湖泊 沿着大裂缝向古井冲去 仙池虽然发生异变 但并没有什么东西追下来 这让他们长出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叶凡惨叫 被大黑狗咬住了左手 说什么也不撒口了 我靠 你怎么老是下黑口 小子 我不会飞 一会儿到了古井 你自己跑了 把我扔在这里怎么办 先咬住你再说 黑黄咬着他的左手咕咬 出去以后 咱俩再也别见面了 我堂堂到宫秘境的修饰 竟然天天被你咬 沿着河道 顺利返回古井 叶凡带着黑黄腾空而起 时间不长来到了地面 阳光普照 大地空旷 瑶池的景物再也不能见到 此行经历 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叶凡扔下黑黄 立刻飞顿 大黑狗气急 咒骂道 小子你得到了 西黄金 还没有给我玄规呢 更没有告诉我 妖族大帝留下的古金的下落呢 你要是敢逃掉 我跟你没完 你先回实战 到时候我去找你 叶凡一边传音 一边逃之夭夭 小子你想来这 大黑狗喊道 你要是敢跑 我将你的秘密全说出去 向鸡家 还有遥光圣地去要悬赏 叶凡放缓了速度 感觉这只大黑狗 还真是难对付 小子你居然想逃 想蒙骗本黄 黑黄你还好意思说 你没有经验 却把我引到这里 是你先想蒙骗我的 大黑狗自知理亏 道 不管怎样说 你已经得到了西黄金 履行承诺吧 叶凡摸着下巴 想了想到 玄规先不能给你 我可以带你 去寻妖族大帝的古今 你不会是想算计我吧 大黑狗狐疑 你以为我是你 放心 我绝不会那么不地道 叶凡回应 我觉得 你比我还不厚的 大黑狗呲哑 要寻妖族大帝的古今 可能要进入大能的隐居地 你觉得能得手吗 叶凡问道 大能 你可真会出难题 虽然是在那种地方 但不一定能够碰到大能 古今不在他的手中 另有其人 大黑狗琢磨了一会儿 道 这倒可以试试 说到这里 他霍地抬起头来 咬牙道 小子 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别把想得那么坏 你以为我是你 年黑坏 叶凡回应 大黑狗盯着他 道 你很不可靠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进入瑶池 你做了一件靠谱的事没有 叶凡质问 而后又道 掌握古今的那个人 躯体内有两个灵魂 你有没有办法拘出来一个 大黑狗狐疑 道 小子我怎么觉得 你没安好心 我是那种人嘛 自始至终 都一直是你不地道 叶凡揭起短 而后又道 放心好了 过程可能会有点波折 但肯定会让你得到古今 我总觉得 你这小子不可靠 大黑狗盯着他 你是因为坏事做多了 老是想谋算别人 所以把其他人想得跟你一样坏 叶凡吃笑 我暂且相信你一会儿 不过小子你 可要想好了 敢算计本皇的话 到时候 我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大黑狗恶狠狠的威胁 第245章 冲动 这一路上叶凡用心参悟 西黄金 越发觉得 他深奥与高妙 道宫五龙盘腾 内外阴晕 武器冲天 直到现在 得到完整的西黄金卷 叶凡才明白 这一秘境 为何被称为道宫 这像是一座永恒的宫阙 内蕴无尽道立 五大神藏迷迷蒙蒙 在他们的后方 有五座古庙若隐若现 巍峨而高远 神秘而模糊 当无我无物 身心空凝之际 会听到阵阵大道轮音 像是禅畅 又像是上古的祭祀音 仿若跨越时空 从那遥远的过去 悠悠而来 可以说非常神秘 甚至称得上是诡异 人体内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 叶凡在没有进入道宫秘境前 就曾听人说起 修炼此秘境 有时会感觉很不可思议 发生种种莫名之事 当得到完满的西黄经 演绎上古西黄的无缺心法后 他真得感受到了 这种不可思议 道宫如天 化身五雀 虽然模糊朦胧 但却可感知到其存在 缠唱 上古的祭祀音画破时空 飘渺而来 叶凡甚是不解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他想到了世人的推测 古籍中有记载 那是是我 虽生当世 可却有我活于过去 是那 是我在为今生诵经 是我长存 化身武器 流连道阙 谓己诵经 勾动天地 捕捉道计 滋养命主 让今生的我不朽 这是一个很玄的说法 很少有人可以说清 这个谜难以解释的通透 不过 杰出的修士不会相信 有所谓的前世 是我并非前世的我 除却是我外 还有另一种说法 人体如天地 与大世界对应 道宫之所以被称为道宫 那是因为 具有道我 属于道性的一面 与大世界之道对应 按照这种说法 宫阙中发出 禅畅与上古祭祀音 其实是道我 与世界大道的呼应 是内外的互动 更确切地说是 是在捕捉道计 感悟天道治理 道我真信 不显于外 运生武器中 默默勾动天地大道 这就是说 我自己道性的一面 在感悟大道 参悟长生治理 滋养命主 也就是说 那是我自己 并非什么禅畅与上古祭祀音 而是我在悟道 叶凡得道无缺的 西黄经后 终于认识到了 道宫秘境的不可思议 关于这一切 有些超乎理解 修饰 追求长存 走向先路尽头的过程中 肯定会遇到诸多类似的事 我想 从古至今 也许只有几位大帝 能够弄明白吧 踏上修行的道路 追其超脱 让几身长存世间 路漫漫长 像真正的物大道 会有很多不解谜题 唯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才能慢慢明了 叶凡彻底明白 为何上古存在 只修一个秘境的大能 这显然是有道理的 先不说伦海 只说这道宫 就有诸多不明之处 是我 还是道我 他们究竟怎样 恐怕修一事 也不见得通透 叶凡有一种预感 修行到后期 也许将来还要返回来 再重修这些秘境 伦海与道宫 还诸多秘密可挖掘 不过 眼下他无须多想 他得到了无缺无瑕的心法 西黄金在手 足以让他将此秘境 修成大道神缺 将来的事情将来解决 姚池故地 相距太出谷框万余里 急速奔行多半个月 才离开无人区 接近到有绿洲的地方 这一路上 叶凡用心体位 西黄金 境界虽然没有提升 但是实力 却有长足进步 运转真正的无缺心法 打出的神力强大了很多 这就是古今的妙处 寻常的心法 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以此法门催动 等若抬高了起点 战力无形中上升 各大圣地的圣子与圣女 修为超越同代 与此大有关联 叶凡叹道 特别是摇光圣子 这样的奇才 天纵之姿 修成不是古今 战力就更加恐怖了 打同阶的高手 真的没有任何悬念 可力压同代 这半个月来 叶凡一边参悟西黄金 一边与大黑狗对决 将心得付诸行动 这是一个最好的陪练 完满的西黄道弓卷在手 让他的战力提升了很多 斗战圣法打出 大黑狗呲牙咧嘴 感觉更痛了 不行 我要酬劳 天天免费给你过招 这德号掉我多少神力 大黑狗叫道 天天被你咬 还要给你酬劳 想什么呢 叶凡驳斥 你以为我愿意咬你 皮糙肉后不好吃 白让我费力气 这些日子他很被动 叶凡想体会心得时 必然会找他 一旦完事 就会冲上天空 让他不断磨牙 走出荒凉的无人区 进入一片绿洲中 叶凡携了大黑狗一眼 道 你长得跟个大公牛 一样高大 实在惹眼而又难看 能不能变小一些 小子怎么说话呢 这样强壮有力的宝体 不说风神如玉 也差不多了 大黑狗扬着头颅 叶凡看着他那 黑绸缎般的躯体 打击到 是掉进过煤矿里的玉霸 这叫神武 这样杨刚 你懂不懂 大黑狗脸色不善 这样不行 你太惹眼了 必须要变小 叶凡想了想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就暂时当我的座器吧 有不少人都骑着一手 去死 大黑狗的脸拉得老长 如果不是叶凡飞在空中 他肯定扑过去了 你别不愿意 我还不乐意当天狗骑士呢 让人看到 我骑着一只突尾巴狗 肯定会笑掉一地大牙 此刻 他们刚进入绿洲 依然处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偶尔有羞尸路过 看到大黑狗 都会忍不住望两眼 他确实很引人瞩目 看什么看 没见过人虫吗 大黑狗不满 叶凡出闻还感觉很奇怪 而后刹那间明白了过来 这只大狗说话太缺德了 再说 他是人宠 妈的 死狗你牵包皮吧 大黑狗昂着头大步前进 本黄说的是实话 那些人少见多怪 以为我带着人宠在溜达 看个不停 实在让人生厌 你这个死狗 叶凡黑着脸 想抱打他一顿 别人明明是在看他 结果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小子我看你还马马虎虎 要不然当本黄的人宠吗 大黑狗歪着脖子道 乒乓砰咚当枪 炼铁的声音响起 他们直接打了起来 死狗你给我当宠物 我都不要 还敢这样胡言乱语 本黄也看不上你这样的人宠 将来一定要找个圣子当宠物 叶凡心中咒骂 一只大狗还想找个人宠 实在欠抽筋包皮 成心弃人啊 最终 叶凡以妖族大帝的古今威胁 大黑狗才做出让步 不情愿地缩小身体 化成了柴狗那么大 不算凸尾巴的话 长不过一米 本黄的绝世风采 被严重地压盖了 这有损我的形象 绝世风采 你想引来一群大狼狗吗 汪 大黑狗向前扑来 幸好叶凡有防备 他们路过一些城镇 并没有停留 直接向这座绿洲 最繁华的城市赶去 小子你真不靠谱 连那位大能的居地都不知道 还需要向人打探 你如何带我去寻妖地的古今 大黑狗非常不满 别给我说不靠谱这三个字 去摇池故地时 你做了哪些事自己知道 这片绿洲名为曲州 方圆能有三千余里 算不上大洲 在无垠的北域 这样的绿洲有很多 曲州 距离北域最鼎盛的盛城 足有数十万里 可谓路途遥远 远离北域中心 并不是一个繁盛之地 这片绿洲的中心城池 名为朝阳 人口能有九十万 是本州最繁华的古城 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你到底能不能找到 那个大能的居所 来到朝阳城外 大黑狗问道 北域有十三大寇 它排名第四 为各大圣地所计 其居所肯定不能被外人得知 我要找个大寇的子孙来询问 这是土飞与李黑水等人 告诉叶凡的城池 想要找他们 可以在曲州朝阳城附近 搞出一些动静 朝阳城 古迹斑驳 墙体都已脱落下很多石皮 净显岁月之力 不过却依然很雄伟 巍峨磅礴 进城时 叶凡发现了自己的画像 确切地说是通缉令 高悬城墙上 上面那张稚嫩的面孔 赏金被提升到了一方圆 小子你还挺值钱 大黑狗奸笑 哪凉快哪待着去 街道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非常热闹 大黑狗钻来钻去 想吃什么就咬什么 结果惹来一堆债主围住叶凡 恨得他牙根都痒痒 刚进城不久 他就听到一则消息 曲州年轻一代的英杰 将有一场盛会 叶凡再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位于一座赌石坊旁边 近出与来往的 大多是修士 曲州年轻一代云聚 这次多半有热闹可看啊 这是荒谷世家 姬家运作起来的 发出邀请请帖 主要是为了发动力量 帮他们寻找一个人 姬家 还有遥光圣地 都将有年轻一代的强者到场 不然的话 哪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让两大圣地兴师动众的人 就是城门口贴着的 那个矛头小子 我看也不怎么样 这个矛头小子 烧死过姬家太上长老 你能吗 叶凡细心聆听 面色平静 姬家为了将他揪出来 还真是没少下功夫 在难遇时 他已经成为 姬家年轻一代的公敌 这次 正是姬家年轻一代运作的结果 在其他绿洲也有 类似的圣会 叶凡习惯性地摸了摸下巴 琢磨起来 姬家年轻一代 仅有三人达到四级秘境 遥光圣地与之相仿 也不过三四人而已 如果神王姬浩月没有来 如果遥光圣子没有出现 他不介意露出真身 去圣会现场大开杀戒 如果亮出真身 闯入会场 大杀四方 这等若在抽圣地的脸 可是 动静会不会太大 叶凡心中自语 他确实有种冲动 被姬家追杀到了北域 都不得安生 姚光圣地年轻一代 也跟着掺和 实在让他憋不住想出手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念头 是因为他得到了原天书 掌握了改天换地大法 真身去大闹一场 试了服依去 对方难觅踪迹 第246章 云段 九楼相邻赌石方 生意非常好 进出这里的人不是修士 就是赌石者 出手阔绰大方 在二楼临窗的位置 有一个轻衣男子 年纪不过21-22岁 皮肤白皙 缺少阳刚气 多少有些阴柔 这明显 是一个世家弟子 旁边有一对少女 专门为其蒸酒布菜 伺候得很周到 他饮了一杯酒 道 能够烧死姬家太上长老 不是因为他修为金饰 而是因为姬家的大人物 没有防备 被其收集到的恐怖火焰 沾身而亡 失去了那种 火焰他什么都不是 这位兄台言过了 不过怎样说 那个少年烧死了一位大人物 肯定不简单 旁边有人不同意 轻衣男子扫了对方一眼 道 多半年前 他不过彼岸境界而已 如果没有那种火焰 很多人都杀他如丝化 酒楼上有人觉得他拖大 道 这位兄台 你未免太过严大了 杀他如丝化 你能做到吗 阴柔的轻衣男子 又饮了一杯酒 道 杀他一如反掌 一巴掌足以拍死 叶凡就坐在不远处 不禁扫了他一眼 此人神色平淡 虽然没有显露傲气 但却相当地自负 旁边 有人很反感他这种姿态 道 那个少年不过十五六岁 修为已达到彼岸境界 这已经相当惊人了 敢问兄台在哪个境界 道公第三境界 轻衣男子达到 接过侍女递来的白金 擦了擦嘴 很多人都露出金色 在这个年龄段 有这样的修为 确实很惊人 难怪他如此自负 这位公子姓字名谁 有人问道 司徒峰 轻衣男子将白金 轻轻地扔在桌上 可是烟鱼门的司徒峰 正是 难怪 竟然是司徒峰 在二十岁左右的一代中 曲州少有人能够与之争锋 曲州无大教 更没有圣地 在这个年龄段 有道公第三境界的实力 确实足以自傲了 酒楼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显然都曾听闻过 司徒峰这个名字 叶凡自然不会对这个言称 一巴掌可以拍死 他的阴柔男子有好感 不过他也不至于 在此地与之计较 问道 曲州年轻一代的盛会 在哪里举行 我也想去见识一番 在云段山脉中 离朝阳城并不是很远 酒楼上有人热心相告 多谢兄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叶凡详细询问 时间定在两日后 到时候 曲州很多年轻高手都会赶到 叶凡笑了笑 问道 不知道基家与遥光圣地年轻一代 会有哪些厉害人物到场 这个就很难说了 不过肯定是有杰出人物清零 毕竟是他们运作起来的 叶凡走下酒楼不久 大黑狗也从不远处溜达了过来 口中咕弄 骂骂咧咧 叶凡仔细倾听后 顿时乐了 大黑狗也够倒霉 遇上了无良肉饭 追了他一条街 想要包皮取肉 他倒也有分寸 没有对凡人下口 此地山脉 距离朝阳城120里 山势陡峭 耸入云层中 顾名为云段山脉 绿洲中的山脉 自然充满生机 不再是光秃秃的景象 放眼望去 一片碧绿 漫山遍野都是大树 最高的一座山峰 足有六千米 白雾蒸腾 云朵缭绕 非常雄伟 叶凡提前赶来 想先了解一些地形 大黑狗很不情愿 脸拉得很长 跟了下来 这片山脉绵延数百里 山中并无门派 是一片无主之地 并不是说 此地不够名秀 而是因为千余年来 曾经先后有三个中型门派 在此立教 结果全都覆灭了 其他教派感觉此地不祥 从此便无人入主了 事实上 云断山脉非常清丽 山水相依 龙泉谷谷 玉带绕山 是一处修炼家地 不然也不会先后 有三个教派选中此地 原来是这个地方 大黑狗浑身的黑毛立了起来 见到它这个样子 叶凡大吃一惊 它还是头一次 见到大黑狗如此紧张 你来过此地 大黑狗眼神惊疑不定 慢慢恢复平静 黑毛也平滑柔顺了下来 让我仔细看看 它快速奔跑起来 绕着山脉跑了数十里 来到一片开阔地 看出了什么 叶凡问道 竟真是这个鬼地方 没有想到又来到了这里 大黑狗脸色阴晴不定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看它这个样子 叶凡知道 肯定不是一般的山脉 本皇当年在这里吃过大亏 大黑狗夺步 一脸的晦气 什么时候的事情 自然很久远 说了你也不知道 大黑狗一副酷酷的样子 神王也不过四五千年的寿源 你要是能活千余仔 就得感谢老天了 到底发生过什么 本皇吃过的亏 凭什么给你说 大黑狗转身 绕着山脉继续转 叶凡得到原天书后 一直在休息 当下以观世法探查 整片山脉顿时映入眼帘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是绝地 地下纵有原脉 数量也少得可怜 这是他得出的结论 咦 不对 忽然 叶凡有点惊讶 此地虽然不是兄弟 但却有些特别 以观世法望向前方 隐隐有一丝白雾生腾 那绝不是山中的云雾 而是地下生上来的 是灵觉捕捉到的雾丝 这里不是绝地 也不是仙徒 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过去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什么变化 大黑狗捣鼓 叶凡走了过来 道 你详细说出来听听 怎么说我也是原天师门徒 对于山川地势 比你在行 你们这一行的人 最喜欢绝地 可惜这里并不是圆的问题 大黑狗咕弄 那你当年遇到了什么 叶凡问道 当年 本黄被困于此十八年 差点死在这里 大黑狗咬牙 我并没有看出危险来 叶凡又观察了一遍 除了有白色物丝外 他真的感觉不到其他东西 你要真能看出危险来 那就麻烦大了 这里曾经是一某个 大人物的道场 很不一般 你肯定是想来 偷人家的东西吧 那人都死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那时是来碰机缘 大黑狗恶狠狠地纠正 这是什么人的道场 让你吃了大亏 叶凡很好奇 是一个狠人 最终把自己都给练了 大黑狗不愿多说 任叶凡怎样开口 都不再透露了 照你这样来说 这山还不能进了 这倒无妨 进去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要别在此地乱挖 出不了人命 大黑狗 到底还是说漏嘴了 叶凡大笑 瞧你这点出血 为了寻宝贝 你过去都干了什么 大黑狗黑着脸狡辩 道 你们这行的人 就喜欢乱挖山绝地 我是在提醒你呢 叶凡来此 只是为了参加 驱州年轻一代的盛会 并不是常驻于此 倒也不担心什么 此地 有一条非常阔口的河道 也不知道干河多少年了 鹅卵石都近乎风化了 这条干河的大河道 从山中一直蜿蜒向远方 如一条蛟龙一般 叶凡沿着河道进山 转悠了大半日 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问大黑狗 这个家伙三肩齐口 不肯透露 让你心动的宝贝 肯定不一般吧 难道你不想挖出来 叶凡诱惑 自然是瑰宝 埋在地下数以万年计 我不介意它多埋几十年 到时候我实力够了 会亲自来取 大黑狗的嘴巴很严 两日的时间一晃而过 云断山脉 不再冷清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天际不时有神红飞来 人影绰绰 几乎都是年轻的修士 山脉中心区域 有一个座断山 非常的粗与阔 断面平整 像是以绝世力气展开的 形成一个巨大的平台 上面 有很多人影 一点也不显得拥挤 相反它 实在太广阔了 显得空空荡荡 这座断山 比其他的山粗足有十倍 如果没有断的后 恐怕会耸入云霄 是此地第一高山 叶凡自语 他们还真会选地方 大黑狗同龄大眼中 光芒闪烁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人物的道场吧 叶凡试探 大黑狗不予回应 半个时辰后 叶凡大秀飘飘 驾云前往 也来到了断山上 并没有带黑黄一同来 不然的话 会留下破绽 到处都是年轻的修士 都在议论纷纷 同时远空不时还会有人影飞来 五色神光滑破长空 一艘玉洲飞来 锐采万道 从天而降 有强大的神力在波动 落在断山上 人群中顿时一阵喧哗 有重要人物降临 鸡家与遥光圣地的音节到了 鸡家与遥光圣地传承不朽 有十几万年的底蕴 培养出的年轻弟子 都这么强大 让人吃惊 人们议论纷纷 一下子将那里围住了 如众星捧月一般 簇拥在神舟前 叶凡并没有上前 站在原地未动 这时他发现了那个扬言一巴掌 可以拍死他的司徒风 这个阴柔的男子 依然是一身轻衣 相当的自负 没有挤上前去 而是站在人群外 有一丝傲然 司徒兄 叶凡上前 司徒风回过头来 簇眉道 你是谁 叶凡 司徒风闻听此言 霍地转身 盯住了他 第247章 击毙天才 云断山脉 高耸露天 横断白云 有的山峰下方 葱葱绿绿 而山巅之上 则是白雪挨挨 具有两重奇景 断山 位于山脉中心地域 人影绰绰 不时有年轻修士降落 人越来越多 居州年轻一代杰出修士齐聚 司徒风神色略显冷漠 身材奇长 站在人群外 相当地自负 盯住叶凡 道 这个玩笑不怎么好听 叶凡与他相聚不过数丈 镇定自若地站在那里 骨节一动 发出噼啪之响 很快就恢复了真容 真的是你 司徒风有些吃惊 但很快冷笑了起来 道 你竟敢来到此地 还真是有些胆破 叶凡身体上浮出雾气 将全身遮拢 眼去了真身 他向前走了几步 道 天下之大 我何处去不得 区区一个屈州修士聚会 我为何不敢来 司徒风脸色冷漠了不少 道 今日来到此地 你恐怕走不了 你是想一巴掌拍死我吗 叶凡一边说 一边向前走了几步 杀你不过翻手之间 一巴掌足矣 司徒风身为燕云门的天才 二十余岁 就已经是道宫三重天的强者 相当地自负 叶凡摸了摸下巴 道 我就这么好欺负 你一巴掌就想拍死我 还真是把我当成一根草了 你除了倚仗那种火焰外 在我看来什么也不是 杀你未尝不可说是拔草摘叶 易如反掌 司徒风神色平淡 那你来拍死我试试看 叶凡再次向前走 这个时候 周围的修士发现了这边的异常 纷纷回头望来 这不是燕云门的司徒风吗 被誉为该叫百年来最杰出的天才 年仅二十一岁 已是道宫第三境界的强者 在曲州南部 司徒风在年轻一代相当的有名 很多人都推测 他在三十岁前 必然可以破入四级秘境 诸多修士纷纷议论 对其评价甚高 司徒风年仅二十一岁 并非圣地传人 有这样的修为 确实很惊人了 毕竟年轻一代 真正达到四级秘境的人太少了 他将来很有可能在三十岁前 破入四级秘境 可以说 天赋甚是不凡 你在曲州很有名啊 这么多人都知道你 叶凡更加飘渺了 雾气翻卷 将全身都覆盖了 这个人是谁 敢与司徒风对峙 难道可与燕云门的天才 争锋不成 有人露出一色 肯定是挑战者 司徒风明洞曲州南部后 有些年轻修士不服 时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名利害死人 为了出名 不惜一战 可是挑战燕云的 天才这不是找死吗 曲州二十岁左右的人 恐怕没有几人能与之争锋 看来我凶多吉少啊 都说我远不是你的对手 叶凡自嘲 此刻 断山上到处都是年轻的修士 很多人都望了过来 觉察到了这里的紧张气氛 可惜了 我其实不想杀你 但你却来到了我的眼前 我不介意一巴掌送你上路 司徒风淡淡地回应道 身躯化成一道虚影 如画中的人物一般飘了过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 仅仅出了一个巴掌 右手高高扬起 呈现出水蓝色的光运 蓝莹莹 亮晶晶 此刻 这片地方聚集了很多目光 近处的 远处的全都望来 这是曲州年轻修士的聚会 发生这样的冲突 本就在预料之中 没有人感到意外 断山上的人知道 这是司徒风后 认为根本不会有悬念 陌生的挑战者 肯定会被烟云门的天才击毙 叶凡站在原地未动 静等司徒风冲到镜前 挥出右掌 迎向那水蓝色的掌指 啪 声音非常响亮 如一道惊雷炸出 传遍断山 两掌交击 震出一道道水蓝色的涟漪 蓝蒙蒙的光运 如薄沙飘动 将那里淹没 早就说了 司徒风天分极高 向他挑战 肯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动辄要失去生命 蓝光如电 神力四溢 这长得力道恐怖啊 很多人惊叹 可是 当蓝雾散开时 所有人都呆住了 张口结舌 将后面的话语咽了回去 场中央 叶凡长袖飘斬 朦朦胧胧 平静地站在那里 而司徒风则脸色惨白 倒退出去很远 整只右掌变形 不成样子 点点血珠滴落在地 这 怎么可能 他是谁 竟然将燕鱼门的天才打伤了 右掌骨寸寸折断 这是什么人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曲州还有这样的人物不成 曲州方圆三千余里 未曾听闻有这样一个人 难道是他绿州的修士 周围 很多人都露出异色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一掌将司徒风拍成重伤 让人不得不吃惊 叶凡很平静 但以肉身而论 道宫秘境 谁能与他相比 铜筋铁骨 比法宝还可怕 独不道宫 很多人都在猜测他的身份 不过他的身体缭绕雾气 众人看不清 看不透 你 司徒风脸色苍白 不仅仅是右掌骨折断 连整条右臂都断成了八截 没有人比他更吃惊 刚才像是撞上了一座大山 那种力道 没有办法抵挡 你想一巴掌拍死我 有很大的难度啊 叶凡站在原地 倒也没有追击 司徒风面色一僵 右臂颤抖 他在咬牙接骨 同时张口吐出一颗珠子 悬在头顶上方 垂下一道道水墓 整个人被护在里面 是叶鱼门的水蓝珠 有人惊呼 与此同时 司徒风张嘴吐出一朵青莲 化光万丈 跟山一般沉重 压迫得周围的人 都喘不过气来 这朵青莲通体剔透 湛蓝生辉 庞大的压力令很多人心计 面色惨白 就连断山地面都咔咔作响 出现一道道大裂缝 叶凡变色 不仅仅是因为 对方的青莲如此沉重 更是因为断山地面军裂 这可是一位狠人的道场 要是惹出什么乱子来 大事不妙 他不留后手向前冲去 掌指如刀 连续拍击 水蓝色光晕破碎 那朵青莲未损 光芒更盛 向下压落 他单手擎天 立抵在空中 的确沉重如月 压得他的肉身 都有些吃力 水蓝珠升起 飞向青莲 两者合一 重量顿时加倍 让叶凡都沉降了下来 这是烟雨门的重宝 几乎不可承受 这个人竟然靠肉身抵住了 到底什么来头 周围的人全都吃惊 然而 让他们瞠目结舌的 还在后面 叶凡双手连震 金色的大手硬换划出 将天空都拍地 他陷了下去 司徒风变色 左手冲出三道蓝光 会在一起 形成一把蓝电刀 一下子暴涨了起来 长达十几丈 向叶凡劈去 司徒风竟炼出了三阴真水 这种水每一滴 都可穿金烈石 更可怕的是 他以真水炼成了灵刀 这种秘法极度可怕 可斩人神魂 这是三阴真灵刀 再度出事了 真是让人感觉意外与吃惊 观战的人漠不变色 全都紧张关注 三阴真水可灭真火 可容金金 重若万钧 继炼成三阴真灵刀 威力奇大无品 叶凡一声低吼 九击过后 烟云门的重宝水蓝珠 与那朵青莲全都军裂 哄 最后一拳打出 漫天蓝光飞射 两件宝物成为积粉 被他的金色拳头粉碎 这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道 肉身比宝物还坚硬 他是怎么修炼的 难道是妖族吗 太可怕了 众人目瞪口呆 全都不可思议 三阴真灵刀披制 蓝光如电 将附近的人映照的肌肤 呈现淡蓝色 寒气刺骨 当 叶凡一把抓住了刀刃 整只右手根根如刺鲸 在上面留下五道深深的指印 三阴真灵刀可斩灭神魂 天 他一手抓住了 竟然无惧 这是将来肉身能成圣的存在吗 怎么有这样恐怖的躯体 哄 司徒风催动三阴真灵刀 蓝光冲天 水光四溢 向着叶凡淹没而去 这是三阴真水 可容金是铁 一滴就足以洞穿修饰的躯体 这么多汹涌而出 到底有多么恐怖的威力 没有人能够说清 可是 叶凡通体光芒万丈 所有真水都全都被蒸发 变成了蓝色的气体 根本无法奈何他 神力澎湃 他像是不朽的神炉 燃烧一切 摧毁一切 咔咔三阴真灵刀 在他手中折断 化成真水 而后又成为蓝雾 被他彻底炼化了 这个场景让人惊悚 以秘法炼成的真灵刀 竟然不堪一击 被他以金色长指摧毁 你 司徒风脸色惨白 转身就走 到了现在他心如死灰 这样的敌手 让他充满了挫败感 燕云门的天才落败了 不得不逃顿 那可是屈州南部的天才 在此人手下去不堪一击 这个人到底是谁 如此可怕 断衫上 很多人都是满脸金色 你也试试我一巴掌之威 叶凡的速度合其快 一下子就追了上去 金色的长指化成墨盘大小 劈盖了下去 打得虚空嗡嗡颤抖 手下留情 荒谷世家技家的杰出弟子贺道 一道身影快速向前冲来 同一时间 司徒风也奋力抵抗 想化解劫难 金色的大手印无与伦比 将周围的天地精气都抽干了 出现一大片模糊的黑色空间 啪 这一次 像是一道闷雷 在空中劈过 司徒风的抵抗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整个人都被打烂了 横飞了出去 你 姬家的年轻强者震怒 没有想到 对方根本不给他面子 在其眼前杀人 他想接住 司徒飞的破损肉身 可是双手刚一接触 这具尸体 立刻就化成了一道飞灰 形神俱灭 你是谁 竟敢在我面前杀人 我方才的话 你没有听到吗 姬家的年轻强者贺问 你算老姐 你说 让我停我就停 荒谷世家了不起吗 叶凡副手而立 第248章 抬手至山 面对荒谷世家的弟子 叶凡并没有任何敬畏 副手而立 当场扫对方的颜面 你 好胆 姬家这名弟子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道 这是曲州年轻修士的盛会 你为何搅闹 无缘无故在此杀人 怎么会无故 你没有见到他要杀我吗 可惜结果让他失望了 并非他所预料的那样 姬家的这名弟子 一脸正色 将自己摆在道义的高点 不想落人口舌 质问道 方才发生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中 他虽然说要杀你 但并未伤到你 你为何要他性命 按照你的说法 只要他没有杀上我 即便他对我出手 想击毙我 也不是他的错 叶凡神色淡然 他不是你的对手 要不了你的性命 不管怎样说你不该杀他 姬家的这名弟子 一脸的正色 叶凡知道 真是笑话 难道非要等我性命垂微 成为事实 才能反击与杀他吗 恐怕那时候已经没命了 断山上人很多 聚集了曲州诸多年轻修士 到处都是人影 众人没有想到 有人敢与姬家年轻一代对峙 司徒峰不过是言语不当 你便将曲州南部的 一位天才击杀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虽然扬言要杀你 但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你怎能下杀手呢 你是哪来的修士 为何出手杀人 当我曲州无人吗 旁边 有几名修士复合姬家的弟子 对方出身荒谷世家 值得出言相助 只为拉近关系 此外 还有一些盲从者 不过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在静静观看 他们惹不起姬家 更不可能相助一个 来历不明的修士 叶凡一下子笑了 让那出言的几人很恼怒 尤其是姬家的那名弟子 司徒峰虽然扬言要杀你 但却是被你打了个灰飞烟灭 你现在还笑得出来 叶凡摸了摸下巴 噢 你们几个自己都已经说了 是他扬言要一巴掌拍死我 而且是他先对我下杀手的 你们 还想说什么吗 盲从的那几人顿时哑然 细想过后 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出言相助姬家的几人 也不好开口了 姬家的那名弟子冷声道 不管怎样说 你都不该杀人 要知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是这样吗 叶凡笑道 这样吧 我尝试一下 看看一巴掌能否拍死你 当然 我虽然这样说 但多半打不死你 事后我们云淡风轻 把九言欢如何 按照你的说法 我想你不会在意 更不会杀我吧 听到叶凡这样调侃 姬家的弟子 脸色阴沉如水 知道 我看你是来搅闹会场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凡的身体被雾气缭绕 看不清真容 他悠然向前迈步 到讲道理不通 开始给我扣大帽子了 你果然是特意来搅闹的 你都给我下了结论 我能说什么好 一切都是枉然 叶凡笑了笑 荒谷世家长存世间 传承十几万年 鼎盛不衰 久远而深不可测 超然世上 任何门派都对之敬畏 姬家的弟子 无论走到哪里 都如众星捧月被人环绕 没有人敢轻视 今日姬云风屡遭叶凡顶撞 让他面沉如水 心中杀鸡生疼 此次盛会 是由我姬家 与遥光圣地发起 邀曲周年轻一代俊杰前来 你是何人 敢来此放肆 我怎么没见别人通报姓名 为什么只针对我 叶凡抱着双肩 道 我来此就被定位为放肆吗 荒谷世家好霸气啊 哄 强大的杀念 如巨湖起浪 卷动石方 姬家 这名弟子 体内冲出一道道神芒 缭绕在身 如真龙在盘旋 你今天别有目的而来 我先将你拿下 说得真好听 想杀我就直说 何必找这些理由 我便与你过上几招 叶凡向前 周围的人漠不变色 敢挑衅荒谷世家的弟子 这样的人物绝对有来历 所有人都很吃惊 密切关注场中 荒谷世家不容辱 今日你是自找的 待我情杀你 姬云风音沉着脸 姬家子弟在外行走 其他门派弟子见到 都极力与之交好 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他早已忍耐不住了 飞扬跋扈为哪般 叶凡摇头 道 荒谷世家好大的气场 姬家对他大追杀 逃到北域都不得安宁 躲避不过去 他今日来此 就是为了大开杀戒 抽荒谷世家的脸 此刻自然不会避退 姬公子何须亲自动手 让我来将他拿下 屈州的一名年轻修士上前 还是我自己来吧 姬云风摇头 杀鸡烟用牛刀 由我足矣 这名修士取出一个血盒 道 请姬公子为我掠阵 嗡 这名修士直接出手了 血色的玉盒 张开一道缝隙 冲出一道血盒 腥气扑鼻 向叶凡烟没去 鸣血妖盒 竟然是这种东西 怎么又出事了 这不是一位妖王留下的妖气吗 这种东西 可无人精深 宝体都挡不住 会化成污血 当年人族一位大能 都因此而陨落了 他居然在陷于世 不是被人族大能 临死时毁掉了吗 难道又出现了一位妖王 重新计量了他 围观的人全都震惊 紧张地注视 血盒冲来 赤雾遮天 天上地下到处都是血色 刺骨的寒意 直达人的灵魂中 不好的预感出现 叶凡如临大敌 哄 他的肉身神光万丈 像是穿上了一层仙衣 照耀四方 异异生辉 神武无比 让人难以正视 碰 叶凡双手抱月 一座山月在怀中出现 上面苍松挺立 银铺垂落 巍峨而沉重 又压毁天地之事 抱山印 叶凡以斗战圣法 打出了抱山印 遇到危险后 他展出了惊天动地的印法 狂力滔天 大月是如此的真实 让人窒息 纵然相隔很远 也让人有泰山压顶之感 浑身酸软 几乎站立不住 许多人亮亮呛呛 栽倒在地 嗡 大月快速放大 如上古摩山灵势 一下子就镇压了过去 压力实在太大了 让人难以承受 许多人站得过境 耳鼻一血 受到了可怕的冲击 哄 天空中那道血河 一下子被震得崩散了 大月如天 磅礴不可抵抗 万军神威 即可压他真正的山峰 道宫秘境的血肉之躯 如何抵挡 驱舟的那名修士 脸色一变 默念咒语 鸣血腰盒放大 冲天而上 迎向大月 血浪久重 一浪高过一浪 向大月与叶帆卷去 同时赤色血雾如刀刃 四剑芒 冲向叶帆 叶帆一声轻贺 暴山印发挥到极致 而后他治了出去 这是一种恐怖的场景 血肉之躯 投掷出一座大山 这种威势 吓得人心胆欲裂 这样的力道太恐怖了 压得虚空似塌陷了 隆隆作响 大月猛然撞在了血河上 哄 血光盖天 风暴肆虐 天空中一下子混乱了 像是成为了混沌地带 一片模糊不清 到处都是能量狂涛 到处都是光芒 咔嚓 被治出去的山岳崩塌了 而那个血河也碎裂了 在空中同时毁坏 传出让人惊悚的气息 轰隆隆 高天上是一幅惊人的画面 鸣谢吆喝破裂 极度恐怖 毁灭一切阻挡 妖血满空 碎山塌落 狂暴卷天 很多人都被先飞 尽管只是鱼波 这太可怕了 一代妖族大能祭练成的 鸣血妖河 怎么可能会被打猎 此人到底是谁 暴山印 为北域绝学 几个大教与圣地都有收录 但也不至于打碎 一代妖王的宝盒呀 你们错了 鸣血妖河被人族大能摧毁 这只是残余的一块脚料 可想而知 真正的血河多么恐怖 即便如此 众人依然亥然 这种能量波动 对于道宫秘境的修饰 威胁太大了 尤其是道宫三阶以下修者 很难抵抗 可是 天空中的少年 竟然制出一座山岳 生生砸碎此妖河 让人感觉发毛 他是谁啊 抬手制山 这得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简直是力拔山西气盖式 永不可挡 天空中 血雾蒸腾 可污金身 可灭宝体的鸣血 居然不能伤到叶凡 被他全部炼化 强大的肉身 在雾中若隐若现 机体绽放晶莹神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怎么会这样 我的鸣血宝盒被毁掉了 那名修士失魂落魄 本想在鸣家弟子面前表现一番 进入荒谷世家 不想赖以依仗的重宝 被人狂霸地打碎 这 他妈的是人吗 这出一座山 他嘴唇都在哆嗦 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吓的 这是暴山印 乃是昔日某个大教的镇教绝学 该教父灭后 流传了出来 很多门派都得到了秘法 机云峰面色凝重 叶凡一声冷哼 俯冲而下 杀向那名修士 机公子救我 这名修士当场变了颜色 以鸣血宝和一脚残料 集成的重宝都碎了 他根本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放心 有我在 他不能奈何你 机云峰相当地自负 你算什么 我想杀人 你挡得住吗 叶凡冲至近前 眉心神光璀璨 不好 机云峰不愧是 机家年轻一代的不凡人物 本能地预感到了危险 快速倒退 这是先天本觉感应 修士中只有 少数人有这样的灵觉 叶凡的强大神识 化形而出 不可匹敌 眉心射出一道金色的神剑 直接将鸣血吆喝的主人批杀 尸横虚空 你 到底是谁 机云峰大喝 他刚才当着所有的人面 言称要护住那名修士 结果叶凡冲过来 一个照面就杀了 这等于抽了他一个响亮的大耳光 会告诉你们的 今日过后 北域会尽之 叶凡出手 上来就是暴山印 大月横天 气势沉宁 巍峨磅礴 猛力镇压下来 让天空都在站立 截天旨 机云峰喝道 右手伸出 纸如龙茧 如玉一般透明 截向天空 迎向暴山印 第249章 镇沙荒谷世家弟子 虚空经 乃是古之虚空大地观万物 捕捉永恒不变的法则 而开创出的无上古经 深奥无比 有夺天地造化之妙 截天旨 正是当中的一种绝学 威力其大 奥妙无穷 达到极致境界 可截取天之印记 勾动大道 机云峰手指金银 射出冲销神芒 指头捡动 如几条真龙百尾 交叉在一起 透发出射人的气息 简直可截断山脉 斩断苍穹 正 截天旨即出 横断天空 气势破人 神芒粗大如风 向空中巨大的山岳剪去 威势惊人 这种绝学实在可怕 如玉的手指 射出神芒 化成遮天龙茧 即可斩断一切 叶凡打出暴山印 化成大月 镇压在天空中央 不断遭击 耸立在虚空中的山体 出现一道道恐怖的沟壑 全都是被声声斩出的 哄 山岳暴涨 体型变大 耸入高空 乌黑放光 银铺垂天 叶凡做暴月状 积天而上 打向龙茧 几条真龙化成的银剪 猛烈震动 险些被击碎 但是光芒一闪 又重聚一起 射出更犀利的神华 杀气冲天 向下劫来 蒸蒸蒸 像是有万剑在齐鸣 响彻天际 锋芒毕露 捷天只展现出了 极其可怕的一面 斩杀万物 不可抵御 天空都在颤抖 隆隆作响 银芒乍起 四射而出 让人心悸 龙茧无间不摧 在山岳上面 斩下一道道大沟 可是大岳始终不道 越发坚固起来 仿若不朽的摩山 震出的力量更强大了 几次险些破灭龙茧 豹山印对绝节天旨 一种是以斗战圣法 催动出的古印法 另一种是 虚空古经记载的 无上秘法 可谓针尖对脉盲 鸡云峰相当地吃惊 古之大地留下的绝学 怎么可能压制不了豹山印 这种古印法 虽然是北域的绝学 但怎么可能与 节天旨相比呢 大地留下的经书 代表了极道境界 所谓密法堪称无上 都是某一领域的 最强术法 不可超越 可是 眼前这个人 竟以暴山印抵住了 游刃有余 毫不落于下风 这实在超出了常理 鸡云峰阵止 神盲冲起 如五条真龙横空 冲向空中的山岳 节天旨高妙不可测 达到极致境界后 可勾动天地大道 射来续空中 永恒不变的道理 鸡云峰虽然不可能 连续阵止 五龙锁天 一下子盘绕在了大月上 这个场景非常惊人 五条真龙庞大的躯体 缠绕在山体上 龙身上鳞片闪烁 直接勒进了山体中 想要破碎大月 节天只勾动天地 射来了虚空中存在的力量 威力陡声 让暴山硬化成的大山 不断摇动 有崩塌之势 虚空古今记载的秘法 可展现出极道纤维 纵然目前只能显出一丝 也是不可揣测的 叶凡顿时感觉压力大增 他神色郑重 催动斗战圣法 将暴山硬也发挥到了极致 哄 山体不断放大 强大的压迫感 让下方观战的人都 阵阵心惊肉跳 险些软倒在地上 砰 一条真龙终于禁受不住 盘绕在山上的龙体被撑断了 光滑一闪 随之破灭 哄 山越摇动 压力惊人 它不断长起 越来越巍峨了 不对 绝不是暴山硬 图具其形而已 另有本源 这是何等秘法 怎么能与截天指争锋 姬云峰心中不解 充满了疑问 可眼下 容不得多想 暴山硬猛震 威势更胜了 将其余四道真龙也都撑断 破灭在山体上 恐怖能量四亿 震 叶凡大鹤 暴山硬如天 压落而下 威势无双 汉人心魄 截天指 姬云峰大鹤 重新打出这种绝学 积天而上 阻挡暴山硬 哄 这一次碰撞 姬云峰倒飞了出去 即便是烧瞻急退 他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脸色一片雪白 为什么会这样 截天指可勾动大盗 世间无双 他到底在施展什么秘法 可抗衡大地留下的圣术 嗡 天空抖动 叶凡暴跃 暴山硬又压了下来 黑压压 大跃高耸 让人心神都不宁 威势射人 横涌无品 碰 姬云峰将截天指的威力 发挥到了 目前他所能展现的极致 但是结果依然不变 被震飞了出去 他形体矩震 脸色苍白 姬云峰心中一片冰凉 他几乎快迈入道宫第四境界了 而对方不过是第二境界而已 这说明了什么 不同境界间实力差距非常大 就像登天梯 上一步为 先 退一步为 凡 绝对压制下境界者 对方却在逆行伐仙 他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 眼下去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身为荒谷世家的弟子 战力远胜同阶修士 确然被人逆行伐仙 这实在让他震惊 让姬云峰更恐怖的是 对方神力永不枯竭 且还在不断提升 暴山硬的威力比方才更大了 他根本不敢硬碰 怎么会这样 他的力道太强大了 四级秘境的修士 不住要隐壳中 姬云峰脸色惨白 他失去了信心 觉得根本不可能打败对方 有了这样的心绪 自然是灾难性的后果 不好 断山上 姬家另外三人 与遥光圣地的四名弟子 全都变了颜色 看出了不妥 云峰速退 快快回来 不要站了 同时 有人向前冲来 想要隔断叶凡 让姬云峰退下来 很明显 现在谁都看出来了 姬云峰不是对手 根本挡不住叶凡的攻杀 再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断山上 集聚了曲周很多年轻的修士 他们心神接阵 荒谷世家走出来的弟子 竟然敌不住一个莫名的修士 让人心惊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 所有人都在猜测 敢找荒谷世家弟子的麻烦 多半也有相应的身份 姬云峰确实想退 他也不想死 可是却惊恐地发觉 被豹山印粘住了 有一股魔性的力量 从那座山岳发出 几乎将他吸附在了这片虚空 根本飞不出去 后方的人大急 姬家的另一名子弟冲了过来 出手阻止 神力澎湃 想要撕裂开此地的禁锢 哄 非常的恐怖 他上来就拍出了虚空大手印 威力惊人 打得天空都在站立 虚空大手印 与截天指并列 同为姬家古经中的无上秘法 具有不可思议之威能 截天指打出时 银芒灿烂 圣洁光辉冲天 而虚空大手则完全相反 漆黑如墨 一片乌黑 此刻 黑色的大掌印遮天蔽日 笼罩高空 几乎将太阳都遮蔽了 撼动天空中的那座山岳 这就是虚空大手印 汲取虚空中永恒不灭的大道之力 鲜威难测 一般的对手 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会被直接拍成鸡粉 叶凡不仅目睹过此数的威力 更是学过这种大手印的蚕食 深深知道其可怕 不过到了现在 他并无距影 即便是荒谷世家调教出来的弟子 修为比他高尚一些 他也信心十足 学过九秘中的功法圣法 他可以抗衡 这方天空中的精气 似乎一下子被抽干了 整片天地都有些发暗 叶凡的暴山印 威力又提升了一些 机云风无法逃离 被牢牢地隔绝在这里 同时暴山印如天 向着虚空大手印撞去 天地震动 渔波冲了下去 断山都在摇颤 很多人站立不稳 几乎摔倒在地上 这是一股如汪洋般的恐怖能量 虚空大手印与暴山印对决 并没有占据上风 这是冲来的 这名机家弟子眉头紧簇 下方 居州的修士更加地吃惊 这个神秘人物太强大了 气势不降 反倒不断提升 神力越来越恐怖了 先破截天旨 又迎虚空大手印 将两种旷世绝学全都化解了 如此手段实在让人悚然 截天旨 机云风大鹤 神盲粗如山风 向外攻杀 虚空大手印 赶来相助的机家弟子一大鹤 黑色巨手横空 巨大无比 挡住了天空中太阳 压落了下来 这两种无上秘法 皆出自虚空古今 同为一元 合在一起 有不可思议之伪力 极度恐怖 可是 叶凡的表现 更是让人震惊 哄 天空抖动 叶凡制出一座山岳后 再次开始捏印 又一座山岳成形 被他制了出来 爆山印 威势惊天动地 山岳压人 万军神威 无法抗衡 天地精气都快被抽干了 此地一片暗淡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两座大山 被制出并不是终止 而是刚刚开始 叶凡双手抱月 不断结印 轰隆隆 惊天动地 十方皆颤 他接连制出 九座山岳 结印九次 将四面八方的精气 彻底抽干了 陷入一片黑暗中 这太恐怖了 黄历今天 几乎快要 将天穷阵列了 接连制出 九座大山 这是一种 无法想象的威势 下方 观战的人 如泥塑木雕 张口结蛇 如此雄魂的神力 像是永不枯竭 震撼人心 九座山岳 全都致向前来 援救的那名鸡家弟子 他心胆皆寒 这还是人吗 让他有惊悚的感觉 他拍出虚空大手印 乌黑的大手遮天 同时他果断倒退 连续九座山岳压来 他知道肯定挡不住 应接的话 多半会被压成肉泥 只能避走 将这名弟子组住 叶凡从容不迫 抱着第十座山岳 从天而降 直接镇压鸡云风 住手 后方 鸡家另外两名弟子大喝 可惜已经晚了 他们没有想到 叶凡这么强横 这出九座大山 眨眼间改变了这一切 哄 如洪水滔滔 若汪洋卷天 震耳欲聋 抱山叶 叶凡直接压了下来 立拔山吸气盖世 如先王凌晨 无法阻挡 鸡云风脸上血色净腿 对方神力浩瀚 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捷天只勉强打出 但却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哄 天摇地动 叶凡震压而下 将鸡云风活活震死 那句肉身不成形状 破破烂烂 而后在恐怖的余波中 化成了飞灰 第250章 笔至古今 叶凡以抱山硬活活震死 鸡云风 让其化为飞灰 断山上一片死静 众人呆呆出神 一个荒谷世家的弟子被击毙了 刚才那一幕让人震撼 指出山岳 力压鸡家强者 叶凡的表现太惊人了 有霸王跋山举顶之姿 才行转过来 发出一片潮水般的议论声 他到底是谁 该不会是妖王转世吧 抱着山岳镇死敌手 这也太恐怖了 暴山硬是北域绝学 所需神力甚聚 一般人很难打出 可此人却不断结印 一下子制出九座大岳 这也太变态了 难道他是神王体不成 不然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潜能 神力仿佛永远不会枯竭 越战越勇 断山上彻底沸腾了 人们议论纷纷 荒谷世家的弟子被人打死了 这可不是小事 来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击毙姬家弟子 这是官荒谷世家颜面的问题 这不是切磋 而是带有目的性的击杀 你是谁 姬家的另外三人 全都立身在高天 将叶凡包围在当中 墓中喷火 杀鸡毕露 屈州年轻一代修士的盛会 是他们几人 以家族的名义运作起来的 此人来到现场击杀运作者 这个结果 让姬家名誉都要受损 我要为云风报仇 其中一人声音寒冷 突然凭空消失 一下子就不见了 华众人哗然 大吃一惊 光天化日之下 踪影飘然 让人瞠目结舌 叶凡长衣飘动 掀气罩身 清明出尘 静静立在那里 并未有任何慌张 非常的镇定 雾气迷蒙 空间扭曲 一处虚空暗淡 人影一闪 姬家的那名修士冲了出来 口中喷出一道神剑 从背后劈杀叶凡 可是 叶凡像是早已料到 无波无澜 从容出手 金色的拳头后发先至 迎上了那把璀璨神剑 当 悠悠之音传出十几里 在云断山脉中回响 金色的拳头将利剑震飞 上面出现一道道裂纹 而后寸寸碎裂 像是朽木 风化在了空中 飘落下一地金粉 大虚空术 没错 这是姬家另一种无上秘法 在短距离内 可穿越空间而行 杀伤力极大 让人防不胜防 这是一种金式绝学 为虚空古经中记载的要术 为姬家布传之秘 到了这一刻 断山上的人终于明白 那名弟子为何突然消失 这是在展现一门奇术 这种秘法非常可怕 在对决的过程中 神出鬼没 让人防不胜防 杀人于无形 让对手胆寒 不过 叶凡并不惧怕 他对这种秘法非常了解 姬子月传给他有完整的口诀 他意会大虚空术 自从来到北域 他一直没有施展 怕暴露身份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修有老疯子的步伐 大虚空术对于他来说 可有可恶 姬云成很吃惊 没有想到对方轻易避过 没有被大虚空术惊住 并不慌乱 无声无息 他又一次消失了 展开大虚空术 袭杀叶凡 轰隆空间扭曲 一片模糊 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拍了出来 场面相当的恐怖 是如此的突兀 黑色的大手印铺天盖地 将叶凡压在下面 发出隆隆之响 黄暴地拍了下来 叶凡举金色的拳头抗衡 大 响声震天 像是大铁锤击在天庭的神谷上 让人双耳嗡嗡作响 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断山上 很多人的躯体都一阵摇动 亮亮呛呛地后退出去十几步 气血翻涌 不得不说 这种黑色的大手印 配合大虚空术施展 有非凡的效果 两种秘法相合 威力陡声 下方 很多观战的人都脸色发白 他们自认为难以抵挡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这样施展出黑色的大手 对道工秘境的修饰是致命的 可是 叶凡却接了下来 金色的拳头 抵住了那只黑色的大手 将其挡了在空中 不过 此人显然比寄云风强大 黑色的大手 如一大片乌云一般 黑雾滔天 隆隆作响 如山一般向下压落 这是一股恐怖之极的神力 黑压压 射人心魄 大手横空 遮天蔽日 像是有一片黑色的汪洋在卷洞 冲了下来 叶凡的拳头金光赤裂 连续向天空中砸了九拳 打得苍穹的都在摇动 让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这个场景非常可怕 单纯的肉身力量 竟是如此的强大 金色的拳头 将虚空都砸得快 它陷了下去 九拳洞天 将那只黑色的大手 击灭在空中 叶凡修成九秘中的功法圣法 可以演变出多种杀生大树 比如说日月印 山河印 火皇印等 但是 他却不能在这里展出 斗战圣法千变万化 如果他打能出各种神印 且都发挥出极致威能 一定有人 可以推测出真相 到了那个时候 各大圣地肯定都会出手 为了九秘 一定会对他围追堵截 而江家更会发狂 九秘中的功杀胜数 不能在大庭广众下施出 姬家子弟不过如此 我以为有多么了不起呢 不如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免得被我一一击毙 叶凡故意挤兑 他知道不到万不得已 对方很难拉下脸来围攻 他们的出身 决定了他们的负担 代表荒谷世家 三人联手战艺人 好说不好听 我独自与你对绝足矣 姬云成大喝 旁边 那两名姬家弟子 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们刚才都已经准备出手了 先与他公平一战 如果不敌 我们可以随时出手 其中一人暗中传音 若是真的不敌 他们会一起上 同时下杀手 生命与胜利 比什么都重要 即便落人口舌要如此 姬云成大发神威 大虚空术往来于虚空间 被他发挥到了神庙的境地 来无影去无踪 黑色大手印拍动天穷 隆隆作响 观战的修士都心胆皆寒 叶凡嘴角样出一缕冷笑 他并没有快速躲避 而是匆忙间接招 总是显而又显地化解危局 故意麻痹对手 大虚空术果然无双 实在是杀手锏 同街修士对决 掌握此数的话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确实可怕 根本料不到从哪里出现 这个神秘人物很强大 但现在却非常被动了 虚空古今不愧为大帝遗书 深奥不可测 当中的秘法无法揣夺 观战的修士全都在惊叹 叶凡冷笑 这种奇术除非修到极致境界 不然的话 只要神识足够强大 是可以为不先知的 提前判断出对手从那里出现 不能做到与虚空合一 总会发出波动 可以借此对抗此无上秘法 更何况 他本身也掌握了此数 不过叶凡心中亦无比钦佩 虚空大帝留下的奇术堪称极道 一旦真正修到大圆满境界 将无比可怕 等若无处不在 无影无形 虚空中必低于一念间 可惜 姬云成现在不可能达到这种境地 时间一长 所有人都认为 叶凡被虚空术克制住了 抗衡不了这种无上秘法 必将落败 终于 叶凡出手了 判断出姬云成将要出现的地点 又看了下那两名姬家弟子 分别站立的位置 虚空模糊 姬云成刚刚冲出 就感觉到了泰山压顶般的威势 那金色的拳头无坚不摧 等候在外 像是他自己送上门来 他的虚空大手印 虽然早已结好 但是却挡不住 这一次 叶凡的双拳 比刚才强上了数倍 金色的拳风汹涌 霞光赤裂 厚重的金色云朵翻涌 像汪洋一般 浪淘千重 将断山上的很多修士 都冲击地飞了出去 就更不要说高天上了 叶凡下了杀手 攻破黑色的大手 金色拳头 发出海啸般的声音 震动苍穹 哄 可探鸡云城 是迎着拳头撞上来的 城也大虚空树 败也大虚空树 自己送到拳头前 破 鸡云城被打了得稀巴烂 不要说是他的肉身 就是四级秘境地修士 挨上这样的拳头 也要隐恨 金色浪涛冲天 汹涌澎湃 十方皆动 漫天都是厚重的金色云朵 金色浪涛将很多人卷飞 云城 观战的两名鸡家弟子大叫 大虚空树 明明克制了对方 怎么转眼间反被击杀了 两人悲怒 同时向前杀来 叶凡在下杀手前 早已计算好位置 一下子消失了 他可不是想击毙一人而已 此刻 他展开了鸡家的大虚空树 凭空出现 截断一人的去路 虚空大手硬拍出 这个变化太突兀了 任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大敌会鸡家的旷石奇学 大虚空树 叶凡计算精准 显化而出时 那名鸡家弟子 正好冲过来 迎上了恐怖的黑色大手 这是斗战圣法 催动出的虚空大手硬 像是一片黑色的天羽 压了下来 根本无法揣测 有多么可怕的力量 啪 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发出 黑色的大手 打得鸡家 这名鸡家弟子 崩碎在空中 形神俱灭 你 四人中最强大的 那名鸡家弟子冲了过来 脸色苍白 嘴唇都在哆嗦 下方一片哗然 这有些不可思议 此人以鸡家的不是绝学 击毙了鸡家的弟子 天 他施出了大虚空术 截杀了鸡家的一名强者 怪不得 他无惧大虚空术 他也精通这门秘法 你到底是谁 鸡云灵鹤问 脸色铁青 鸡家 四位年轻的高手 不过半个时辰 仅剩下了他自己 到了现在 遥光圣地的几人 也不可能做事了 鸡家的几人 都快让人灭光了 他们冲上天空 你们再次举办 屈州年轻修士的盛会 不就是为了我吗 你说我是谁 白色雾气散尽 叶凡露出真容 静静地立身在天空中 黑发舞动 眼神清亮 衣美飘飘 有一股出尘的气质 是你 叶凡 鸡云灵感觉脑袋轰隆一声 万万没有想到是他 遥光的四名弟子 也无比震惊 郑主跑到这里来 大开杀戒乱来了 实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屈州的诸多修士 更是目瞪口呆 而后下方人声鼎沸 这个少年就是鸡家要追杀的人 让他们震惊 真是胆大包天 在荒谷世家的通缉下 不隐藏起来 竟敢现身 我们大虚空术 对大虚空术 大手印对大手印 看看熟弱熟强 如何 叶凡开口 你 鸡云灵差点吐血 你们不是想杀我吗 今天我自己来了 叶凡摆明了 要打开杀戒 诶 还是 诶 这